欢迎收看新闻360 带您360度掌握时期焦点 我是主持人陈宜君 带您关心全台政坛焦点 紧接着要在12月中旬登场的 就是画面中的四大公投案 可以看到包括核四、莱猪以及藻礁等重大议题 都包含在年底的公投案之中 而现在虽然距离12月18日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但是这场公投的重要性 可以说是继陈柏维罢免案之后 蓝绿两党另一大对决的战场 双方的阵营也早就已经开始各自的布局动作 可以看到民进党是喊出四个不同意的口号 并且预计在本周六起在全台各地举行公投说明会 大大小小的场次加起来数量是有超过上百场 至于国民党的战术同样是已经开跑了 目前已经曝光的包括要夜宿凯道49天 以及号召民间团体从屏东行角到凯道 最后是预计要举办超过1200场的街头宣讲 目标就是要卯足全力来冲高投票率 而面对蓝绿全党总动员要来正面对决12月18日四大公投案 这场公投难道会再次沦为蓝绿二斗吗 目前的风向又是什么 最终的结果又会如何牵动国家未来的发展 带您听听专家观点 年底四大公投案决战 蓝绿阵营已经展开一波波的唇枪手战 隔空较劲的同时 国民党力拼四大公投案全数过关 却始终没说清楚这件事 四项公投包含重启核四 护藻礁 反莱珠 公投绑大选 随着依据据支持或反对口号浮上台面 要如何落实公投结果依旧无解 如果假设重启核四 那核四重启之后 它所产生的核废料核案的问题该怎么处理 这部分并没有人告诉我们 再来是障碍岛礁如果通过之后 那它之后导致台湾绿能的转型 以及能源的供给的问题 也没有人在有负责任的提出这些 对于支持公投的一个解决之道 专家解读国民党对四大公投案的操作 导向对蔡政府的不信任投票 这完全曲解了公投意义 显然其实国民党这部分 它并没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策略 或者是完全的一个解决之道 所以我个人认为 其实这四项公投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公投项目 其实对整体国家发展 或者是说对民主发展来讲的话 它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冲击 面对公投日期逼近 公投结果还可能会牵动我国与国际接轨 在区域经济整合议题上的立场 势必对台湾社会造成冲击 记者李约琪采访报导 四大公投案年底即将登场 包括核能贸易等议题都在其中 最终的结果不只影响国内的民生 更将全盘牵动国家的未来发展 总统蔡英文日前就重申了四个不同意的立场 更像党内下达了动员令 要全力来阻止公投变成恶斗 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非凡更直接点名 指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 根本是把这次的公投操作成信任投票的工具 根本没有交代清楚要把台湾带到什么地方 种种的动作只是要表达对民进党的恨而已 而随着公投迈入倒数阶段 这场选战对于蓝绿来说都有殊不得的压力 最终要如何说服选民 恐怕不能只是打打口水战 就看双方如何在后续的论述上更加清楚的正面过招 如果您对这个议题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新闻360我们下次再会 等一下先别急着关掉 提醒您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锁定更多新闻议题